2012年 碧干导演了短片《金刚经》 三年后 他在他的首部长篇《路边野餐》中 再次引用到了《金刚经》中的文字 佛教于两汉之际闯入中国 碧干所引用的这版《金刚经》 是由东晋时期后勤高僧 纠摩罗时所翻译的版本 梁武帝时期的昭明太子将它分为了32品 电影中所引用的 则是出自18品末尾的片段 当佛学经典与文艺片结合 会产生怎样的火花 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路边野餐》中所云含的佛学哲思 回到电影引用的这段文字中 第一句 佛告虚普提 人类大部分的早期哲学经典 都是与对话的形式 《金刚经》也是如此 这本经所记载的 正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 和弟子虚普提的一场对话 佛在这里告诉须普提 而所谷土中 所有众生 若干众心 如来细致 你所在世界的所有国土中的所有众生 他们的心 我都知道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何以故 如来说诸心 皆为非心 是明为心 这是《金刚经》中的常用句式 他总是提出一个名词 然后再把它否定掉 因此很多人认为 佛家谈的就是一个空字 这里 佛提出了心这个概念 俗话说 像由心生 一个人对万事万物的理解和感受 都是由他内心所决定的 佛家讲 苦即灭到四地 说心有三苦 贪嗔痴 身有三苦 老病死 这是凡人无法逃脱的 所以电影一开始 就是在沉生 代表痛苦的咳嗽声中开场 陈生此时的痛苦 不只是在身体上 还有在心中 对失去妻子张希的思念 《金刚经》 全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班若凡于有智慧的意思 波罗蜜则指涅槃彼岸 全名以为 如金刚般坚固的智慧 能够摆脱苦海 到达彼岸的经典 印度人有轮回转世的观念 所以佛教也认为 凡人会在不断的轮回之中受苦 而成佛就是摆脱了这种轮回之苦 从而进入到 清净无微的涅槃彼岸 一跌三次 一跌三次的 有 一跌三次 我们看 开场这个长镜头 在房间内环绕了一圈 也象征了一种轮回 路边野餐的英文名 叫凯里布鲁斯 布鲁斯音乐 喜欢将一个段落 用不同的音调循环演绎 凯里布鲁斯 则便是发生在凯里的 一段段巡回出现的故事 这里说出了一个关键的台词 平常天 佛教讲空 但这个空不是什么都不做的那个空 如果你一味地追求空这个状态 那么你已经住在空里了 正所谓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空就是一种摆脱执念 回归平常的心态 开场这个长镜头 在一场轮回中 照进人生的痛苦 在一向平常心的彼岸 可以说 直接奠定了整部影片的哲学气质 电影是时空的艺术 它能将过去 现在 未来 不同时空 不同空间中的事件 组合到一起 B干在他的电影时空中 当然也使用了很多技巧 一个长镜头内 事件从十多年前 陈生帮花和尚复仇的回忆 穿越回现在 与兄弟关于微微的争执中 此书的水杯 或许颇具塔克夫斯基的气质 但从长镜头时空的运用上来讲 它更像是安哲·罗伯罗斯 金刚经结尾有几句著名的话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易如电 应作如实观 世间的一切 都像梦一样 是一场短暂的幻觉 更何况电影呢 它本身就是一种幻象 1895年 当第一部电影 火车近战在荧幕上放映时 人们被这一迎面使来的幻象 所惊吓住了 B干在他的早期短片 《南方》中 也多次插入 火车离战的镜头 来致敬这一经典 火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在了解电影人的心中 是代表电影的一个符号 在B干的电影里 火车具有和电影一样 有着十分的飞行 陈生正式在火车上坐了一程后 回到电影影的原文中 佛在这里列举出了三种心 过去心 现在心 未来心 而在这个场景头中 陈生遇到了过去的妻子张希 又遇到了未来的魏魏 18年前 他因为帮花和尚复仇 二郎当入狱 9年后 他出狱时 发现妻子已经去世 从此陷入对妻子沉痛的缅怀 这是他的过去心 母亲死前 嘱托他照顾好侄子小薇薇 因此 他想把侄子 从那个浑浑恶的兄弟身边接走 自己一聊到半生 不能再让下一代的将来 和自己一样 这是他的未来心 而现在 他踏上了前驱正人的火车 去寻找 险些被卖掉的小薇薇 从梦真意上来说 这场旅途中的梦境 也是一场轮回 我们跟随这个长镜头 坐上薇薇的摩托车 在当围转了一圈后 有远路返回 跟随杨阳渡河买了只风车 再从桥上返回到演出现场 仔细观察电影中的这些人物 我们会发现 他们有着和陈生巧合般的相似 杨阳给薇薇系上了一根红绳 而陈生的腿上也有一根红绳 画画上坏掉的风扇 和陈生坏掉的那个一模一样 当陈生穿上林爱人的衣服时 似乎也有了林爱人的影子 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段轮回 与陈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们共同构成了陈生这段轮回的腹调 而这些人物也和陈生一样 承受着轮回世间之苦 杨阳想去大城市凯里当导游 这是她的未来心 画画上时常梦见死去的儿子 于是开了间钟表店 这是她的过去心 蔚蔚在每街火车上画上时钟 希望时间流转 这样杨阳永远便不会去凯里 这是她的现在心 老医生思念从前的爱人 这是她的过去心 心中的欲望是凡人饱受痛苦 那么如何才能摆脱这种痛苦的轮回 佛的答案是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不可得不是不能得 而是要放下执念 佛说 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 这个可能性就在你的内心 需要善呼念 无所助 不是说 有一个固定的方法能够解脱 也不是每天去寺苗拜拜 就能成佛 不可执着于像 因此 全片没有出现任何一尊完整的佛像 要摆脱一切烦恼痛苦 到达智慧的彼岸 百度人只能是你自己 正是基于这一哲学思想 陈生最终完成了她的救赎 电影的结尾 当她意外地发现 薇薇在这里 其实过得也很好 便独自离开了 她放下了执念 与自己和解 其实 除了金刚经 必干对大乘佛教的经典 心经 华严经 也很熟悉 在一次采访中 她还说 她的下一部电影 地球最后的夜晚 具有很深的佛学根基 五蕴皆空 色受想行时 这是她思考的主题 的确 当我们跟随罗洪武 坐在破旧的电影院 戴上3D眼镜的那一刻时 我们又进入到了 一场人事件的幻想 过去即是现在 现在即是未来 他们在一个长镜头内 完成了统一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了点赞和关注